一個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一個認真的團隊 真心煩絕情 不知道高雄鄉親的競然 會用到選票 來把一個認真的團隊 跟一個清氣最大的市長 來賭免 一個貪污的總統 沒有人多 要來賭免 一個清涼的市長 競然比拔面 情合一堪 總是結果已經出來了 雖然沒有原因 台灣的制度就是這樣 這個結果開始 未來台灣的政治 會越來越紛亂 每一日就是這樣 所以 看到這種 不應該看到的結果 但是我們還是只有接受 韓國瑜 他面對高雄市民 給他最後的菜館 他只有選到接受 未來 他好奇好獎 他在這段時間 他先切底 安靜 尷尬一下 民生的幾位 從過去一年 八個月看起來 加起千對策 衝折韓 參選總統 六選之後 接受就罷免 一年 各位 韓國瑜 有的風風烏烏 起起熱熱 民生 像是海映到破龍 有時起有時熱 可以讓我們社會 很多好朋友 大家看 韓國瑜已經 下落飛鳳的一頁 那麼他的未來 我們也是尊重他的選項 尊重歌雍市民的選項 未來也是尊重 韓國瑜對主席 安排的選項 我想在半年來 韓國瑜他的選項 領域 然後 再進化主席 去衝抗 為什麼高雍市民 不可以讓他 有一個團隊 為高雍市民 來做事件看看 那麼 總是已經過去了 在半年來 他去衝抗之後 他必定可以走出一條很好的路 不管他將來 是不是還要繼續上市 政治活動 以後要回去做一個農夫 以後開始做工業 以後為了 融化和平 為了台灣經濟發展 用於所選項的方式 來為這個國家 來貢獻一紀主力 所以 現在 未以可定 也無法無恥了 因為50%的動損 25%的保險 這是台灣 政治市的一個 機興利 這種法律的修訂 將來 我要說過 從今天開始 台灣 已經是應無靈力了 如果這樣 選到要 下面 貪歐總統的台南市長 那一天我這時候問說 如果這樣我幫你報便 你會覺得 你說不利 如果這樣你一定會報便 韓國獨立 所以 我說台灣已經應無靈力了 那麼 未來 市長 他要怎麼做 我想說 法律紀念是這樣 台灣 經濟人民 大家去面對 因為這是我們選出來的 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 所修改的法律 高雄市民 經過這回 韓國獨立 一年五個月 天高烈沒有他 過去20年 這是夢想的 沒有天高烈 念他就拿了 所以高雄市民 他們的重心 選出一個新的市長 新的未來 不知道幾個好保險 就大家比到看看 如果這個結局不變 我想高雄將來 是不是可以脫胎換骨 我們也是選擇 祝福高雄市